1. 轮总鉴定160装备狂出篮子 福战大佬轮总 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鉴定装备武器 而且他每一次都只鉴定160级的 因为出的东西他可以用 昨日他在梧桐直播间鉴定了100多件160装备 篮子出了一堆 只可惜没有一个真正值钱的 2.16段无级别破甲74万交易 近日他周湾一个120级 无级别破甲头卖出 价格高达74万元 群雄正是在在即 相信近期会有更多高端无级别装备的交易 3. 无级别愤怒不磨腰带诞生 来自粉丝群小伙伴的分享 区内玩家鉴定出无级别愤怒不磨腰带 运气爆表 不过可惜的是 这条腰带只有50级 4. 远古灵机无级别腰带 近日有玩家展示了自己手中的远古腰带 这条灵机专用腰带 不仅有无级别特效 还有海毛虫套装 这名玩家特地给奥带打上了七段黑宝石 作为自己的收藏品 5. 新海湾两个帮派疯狂内战 近段时间 新海湾两大帮派藏金阁和乱世群雄 开启了全面内战模式 双方从传音互对 扔黄指到互相偷袭 没有一样拉下的 新海湾这两大帮派之间的战斗 随时随地都在上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